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我繼續和大家玩這隻究竟都市 大家看到這一幕不需要覺得奇怪 因為我是故意拆下一個測試來玩這裡 為什麼呢?因為我很想看看當我不讓怪獸捉會是怎樣 因為我們為了救女王,我們甘心情緣被怪獸捉了 但是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是一個人渣 社會的渣載,女王這樣對我,但是我都... 那麼衰格地對她,走了不理她,不被怪物捉,為了保命 為了自己,那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我現在就調查一下測試一下,究竟情況會是怎樣 讓我快到了巴士那裡 女王他寫記為人,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我的生命 但是我選擇不救她,究竟會是怎樣呢? 大家看看女王最後一面 之後應該看不到她,因為我們不管她,可能就會死 我單瘦請記了女王 我真的很大力 再見啦,拜拜啦 好玩家不送啦 好,我們又來到這個人生的交叉點 這個就是... 為了女王一定要被怪獸捉走 好事沒有女王在天上飛火,所以甘心被怪獸捉走 雖然很對不起女王,但是她是為了保護我們才被怪獸捉 如果我們被怪獸捉就沒意義 被女王自己更加重要,所以不能被怪獸捉 忘記女王不被怪獸捉 好,其實... 在這件事上來看的話 很多日本動畫都是這樣 要完成一些東西,總是有些人犧牲 如果你不繼續... 向前走的話 她的犧牲就白費很多 日本動畫就是一個擋著 然後其他人你先走 這是基本情節 然後那個人就會犧牲了 然後有一條人想回來救她 但是永遠會有人捉住 不要 如果現在回頭,她的犧牲就白費了 這個真的符合日本的動畫情節 所以我會選這個 雖然很對不起你 但是如果我在這裡被怪獸捉了 那女王的犧牲就沒意義了 不是犧牲的,我們知道沒有死 不過這裡是要說犧牲的 好,就選這個 蹲下了 女王,謝謝你 看看這裡的新聞會有不同 新聞也是一樣 沒有因為選擇而不同的新聞 好,我們趕快去繼續劇情 看看我們不救女王會會變成怎樣 咦?哪一雷? 究竟怎麼了? 這裡是哪一雷呢? 那時候 原來我們正在自責 她剛剛就說我究竟做了什麼 女王因為救我們而被人捉走了,但我不去救她,在自責 要去救女王,但我不想被天空的怪物捉到 但如果被這隻怪物捉了,女王救我就沒了意義 如果我早點發現那隻怪獸,就可以救女王 在這個情況下,無論哪一個,結果都是一樣 如果是我看到那隻怪獸,我都會按下女王,保護他,然後被那隻怪獸捉了 這下情節,無論哪一個,結果都是一樣 這個是女王的決定,我沒有責任,這個是非常人渣的選擇 只要她救我的事,我沒有叫她救我的事,是她自己,不關我的事 那不行,不過,怎樣說呢 我們先清晰思路,就是要堅信一個理念 就是如果那時候,我們都被女王捉了的話 不,如果那時候我們都被怪物捉了的話 那女王救我們就真的沒意義 這個是,引用我剛才所說的就是,基本的日本動畫情節 好,就選這個 暫時被捕到的佛門 如果被捕到那裡,就像她的想法 那裡,有無缺詐 有無缺的想法如何 有無缺的想法 好,但… 只是… 但是… 又是… 那將我幫助了 傑希是我的助攻 她的想法 她是怎麼想和我 想到她的事 女王救了我,但其實她是怎樣想我這個人呢? 大概是因為我和她的關係是一個朋友 是一個戀人的關係 一個家庭的成員 一個同伴或者死黨的意思 一個很方便的人 從來都沒有想過我和她的關係 沒有考慮過我 真的不知道 試過這麼多戒愛她都目無表情 又快說她多謝 我想其實女王對我都沒有什麼 應該是這個,根本不當我一回事 多分…我都沒有想過我 但… 但… 我和她的心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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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女王的心優雅 曖昧的關係 可以的話很想摸牠的存在 非常討厭的存在 要很警戒牠的存在 怎樣呢? 很想摸牠,又不是很開心 那倒是,牠平時那麼胖 走路的時候也很開心 曖昧吧,在遊戲裡經常不斷示愛 但我們又會追求女記者 但牠又沒有什麼,又不見牠 都是曖昧的存在 那到底我們之後要怎樣做呢? 果然是要跟女王一起行動 跟其他人一起的就很不放心 所以都是想跟女王一起行動 雖然不是很相信女王 但也想繼續跟牠一起行動 看清楚牠的人不相信女王 牠有沒有救過我們 牠這樣救我們 我們都不相信牠是人渣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如果沒有選擇 跟女王一起行動 都OK的,沒什麼問題 想跟女王說一句對不起 之後跟牠一起行動 不用想這個吧 對不對,我們正在自責 就選這個吧 如果女王突然之間在我們面前出現 我們會怎樣做做些什麼 好像平時這樣打招呼 然後說句對不起 抓住牠的手 因為很開心可以再次看到牠 開心得哭了出來 緊緊地抱著牠 然後跟牠說 我不會再跟你分開 我不會再讓你離開 這個好像是情侶 的對話 分了手 再復合 或者有些事件發生 就會這樣說 抱著牠 我不會再讓你離開 我不會再讓你離開 跪在地上 跟牠說對不起 土下座 即是跪在那裡的意思 一看見到牠 就抱著牠 然後咀下去 那 有得選擇的 那當然會選擇 一看見到牠 立即抱著牠 咀下去 但我擔心 我擔心這個選擇 我會死 是我真人會死 真的 巨影都市 就是 就是Leo的遺作 我很擔心這個 我很擔心這個 我很擔心會死 但是 不怕了 我們照選這個 死不死 18年有一條 來吧 希望女王不要看到這條影片 真的在我們面前出現 但其實這個是 我們想出來的什麼 對 哇塞 設定一條頸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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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影片 沒有的嗎?這樣嗎? 我還要說是... 嘴的幕,這裡有寫 收新歌 那今集就先玩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和分享給其他朋友 這一集的平衡時空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繼續回故事發展 其實無論選哪個答案都好 去到第11章的開頭都是一樣的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玩這隻巨影都市 我們下一集見,拜拜 看看有什麼新款